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元宇宙 股票市場其實是說 很喜歡玩概念 在千禧年的時候 大家玩的概念就是 科網股 經常拋B2B、B2C、C2B 那時候十個穿了九個半 都不明白什麼線上線下的 現在會明白一點 然後幾年前到虛擬貨幣 經常講一堆叫做什麼區塊鏈 去中心化、不可散改 這些字眼出來 今時今日就是講元宇宙 在2021年 打著元宇宙這個名字的股票 就升了很多倍 元宇宙這三個字你怎麼聽都不明白 但是如果告訴你 叫做多重宇宙論 或者是多元宇宙論 Multiverse你會有一點點感覺 就是說 說的是一些平衡時空 雙線發展 又牽涉到時間 不是就這樣現在我們看到的三維 再加上時間的四維 可能是很多很多維 像周星馳那套電影 達文西的《拿你命三千》 把所有東西加起來 包括有些抗展現實 即是AR、VR、區塊鏈、雲計算 所有的技術 全放進去 就是叫做元宇宙 元宇宙在以前有一套 叫做頭號玩家來地 或者香港叫做挑戰者一號 就講著 未來人的生活 2045年 就講著人在真真正正現實 有一個空間 跟著他帶著VR 整身綁起來的時候 他在那個模擬世界裡面 他又有一個身份 即是可以是男 可以是女 可以是大隻佬 任他去投放 他那邊也有他的政治體系 金錢體系 跟現實世界很相似 那套電影就講出來 就是說 那些壞蛋 現實的壞蛋 怎樣去操控 令到大部分人都生活在貧窮裡面 那如果要講 其實那個故事就帶出 現實和虛擬 是會互相受到影響 其實今時今日已經有 你看見NFT貨幣那個 代碼那個幣值 已經是去到330億的美金 那最貴的那幅 叫做Everydays 是將那些數碼的展圖拼在一起 就成為了5億4千元港幣的交易 那這些其實就是 一個虛擬和現實去做 那 怎樣說呢 那你現在 如果有些壞蛋 要來將NFT洗黑錢 它是可以將一些虛擬的東西 影響到實際 現在社會的資產的錢 其實已經出現了 那如果沒有監管 我經常都說 那個市場的政治 和體系 和稅收 未追得上那個監管的速度 即是未追得上那個科技發展的速度的時候 有時候是需要政府去監管 那其實你說西方國家 知不知道 現在的科網股 Winners Take All 他們知不知道 他們絕對知 不過 但是西方的政治體制裏面 有很多 那些政客 受了償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去做一些游說 或者是用訴訟 令到這件事 就沒有那麼容易發生 反過來 在社會主義國家裡面 他們是可以用到行政手段 去創造共同富裕 令到不會出現1比9 19個問題 那這個 其實說真的 自從買金服之後 政府已經是約談了他們很多次 講這個共同富裕的政策 那我覺得他們已經有了心理準備 那並非是反過來 這些政策是突如其來 那我覺得過了這段監管的時候 整個形勢都會好 今天想說的 原語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